我還是要再三的呼籲 人要團結起來 對抗病毒 如果不團結 就會被病毒個個擊破 就是說大家心理上 病毒 病毒 病毒來了 其實病毒繽紛兩路則而來 一個是心理的 一個是生理的 生理來侵犯我們的生理 另外一方面在心理上造成大家的恐懼 互相排斥對抗 人類應該要合作起來對抗病毒 這是基本的態度 身體我們只有一個對病毒一個 可是心理上我們可以團結起來對抗病毒 所以整體在疫情之中的時候 我還是要再三的呼籲 人要團結起來對抗病毒 如果不團結就會被病毒個個擊破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 目前就是根據他周圍兩公尺的所有人 那框起來大概23人左右 增加的這15人裡面 有沒有是他坐在附近的觀眾 然後124人裡面又有多少人是觀眾 謝謝 目前是框了147位 147 那其中大概103位是要居家隔離的 那其中103位這裡面 有樂團有關的有27位 飯店的有17位 司機有15位有人3位 那另外跟飛機飛航有關有18位 那另外就是大家關心的就是說 他有沒有到這個就是觀眾席 這個地方 那我們今天有特別去調了錄影帶出來看 那也有請防醫師 針對到底怎麼匡列 哪些人需要做居家隔離 那目前就是根據他周圍兩公尺的所有人 那匡起來大概23人左右 這23人要做居家隔離 那其他的觀眾的部分 我們就會請他們就自主健康管理 那如果有症狀就戴口罩去就醫 那從這裡來看就是說 大概是一個工的行程 跟私人的行程 工的行程大家都知道 在有2月25、26的一個排練 27有排練 28的演出、3月1號的演出 所以基本上他其實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都在演出的準備跟演出的一個工作 相對私人行程相對的比較少 不過我們經過我們的監視器 不管是他坐的車子 就是坐的計程車也好 或是有人來載 或是經紀人來載的車子 司機我們也都掌握了 那司機這一部分都已經開出居家隔離 那在比較擔憂在樂團這一部分 比較近距離的接觸者 也都是進行的居家隔離 那其他的我們做自主管理 那消毒 不管他經過的這些住宿的 住的場所 或是他一個公開在這些演奏的場所 我們在昨天整夜 也漏夜都把它消毒完畢 那情況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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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